哈喽,大家好,我是YES 在80年代期间 大马的华人 非常的流行 拿这种气心针 拿来治癌症、肿瘤、胃痛、胃溃疡等疾病 有好几位网友问我 气心针怎样拿来治乳癌呢? 它对癌症有效吗? 我不知道要从哪里说起来回答这些问题 所以今天我做的视频 专门给你要用气心针 来治乳癌或子宫癌的问题 在全世界上 这种气心针 大概有17种品种 它是属于蟹人掌壳 这个是小片的气心针 它的叶子 它的叶子相信有很多人 都没有吃过 也不敢吃 它是什么味道呢? 我吃给你看 它的味道有一点腥味 而且你咬的时候会感觉非常的粘稠 淡淡的味道 这种气心针 无论是拿来生吃 还是拿来做菜来吃 或者拿来做成茶叶拿来喝 在大马三大种族里 有的传统医师相信 它有帮助恢复健康 预防癌症 治疗癌症 甚至帮助降低糖尿病 高血压 甚至它可以缓血 胃痛 肌肉酸痛等疾病 在当时最受欢迎的气心针 就是红色花 橙色花品种的气心针 如果你是被这种气心针 它的针吃到的话 非常的痛 而且可能甚至断在里面 它的止痛药就在它的叶子里面 只要被刺到的地方 你可以把它咬碎贴在有被刺伤的地方 它就会达到止痛的作用 在大马当时的华人 非常的流行用气心针 来自乳癌子宫癌 移植到幽顿草的出现 开始的慢慢的失传 在流行气心针那段期间 一片的气心针液 炒到两块钱 甚至到五块钱一夜 当时的华人也认为 气心针对胃病痴疮 有一定的治疗作用 在传统中医认为 气心针液 具有活血 消肿 止痛 去瘀 子宫肖 在八十年代期间 大马和新加坡的华人 认为气心针是妇女的癌症 旧性 当时是专门拿来治 子宫颈癌 卵巢癌 乳癌 而且当时的华人 认为红色花品种的 气心针 它的疗效 是最好 当时使用的方法 就是准备 7页的气心针 2页 3页 7粒的红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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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来水煮 4-5分钟到半个小时 来转门治 癌症 胃病等刺虫 在大马80年代 一次流传到现在 马来西亚的马来人 相信七星针 他有助于治直肠癌 BEN癌 等其他癌症 而且 他也对肾脏不好的人 糖尿病 高血压 有一定的治疗和帮助 而且也有的 马来民间认为 生吃气心针 它也有帮助 缓解头痛的作用 在马来民间 他们的使用方法 就是 7-9片的气心针液 拿来水煮 一天服用 3-4次 如果是生的气心针液 就拿来 搅成果汁 一天服用 2-3次 来治疗 癌症等疾病 进公园 在传统中医认为气心针 它不设给孕妇体质虚寒者 而且停血的人也不鼓励使用 作词曲 李宗盛 每个人的体质 都不一样 例如有胃痛的人 如果你是胃感觉到日热的 这个时候你来使用 来生吃七星针 就相当的有效 如果你的胃是胀胀的 好像有风那样 这个时候就完全的 不适合生吃七星针 如果生吃了 反而更严重 所以我建议你 最好找一个会的医师 来全方面的指导你 如何使用七星针 来自你的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传说中有一个故事 有一个妇女 知道她的子宫得了子宫颈癌 非常的害怕 医生建议她去动手术 她就去访问了 有好几位动了手术的妇女 结论的结果 让她非常担心 认为动了手术也没有什么起色 后来她又找了一位中医师 中医师就建议她 你要吃仙人掌 还是吃七星针 能来治疗你的子宫癌呢 她心里就很难做决定 后来她回去当天晚上做梦 医书告诉她 吃这种七星针比较有效 这就是当时其中一个传说 这就是当时其中一个传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